沒有問題要討論 A姐 是的老師 你有沒有看到 身中的輪迴扣生的事情 是啊 這真是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早上的時候 還看到 國家部署管 向部署要求還回 還要求 還給國家部署管 還給國家部署管 那麼一例 不公的 那個 那個現狀術 明白的現狀術 這現狀術應該全歸之於 國家部署管所有 以便宜大方的使用 所以像一法所取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沒有辦法 救出現有的一切法 去問他 實際上 中國自治 從 西州三千年前 標榜 米粵 為天下共同的大法 我把這個法律的觀念 我把這個法律的觀念 現在法律的觀念 給我一點進來 就是以 禮樂倫理 以禮樂 以及倫理性 然後來作為國家 政治之大方 換句話說 雖然從 遠一點 從皇帝的一路下來 或者近一點 從儒家的搖順下來 不過按照歷史的進程 我們可以 下朝的詳細情形 不是那麼清楚 雖然文物出入很多 但是畢竟文字 有關下朝 實際出口的文字的 直接記錄不多 那麼 以商朝而入 商朝基本上 是 以上帝 以為商朝自身的保護神 就是他這個 除所特異 有點像今天 的猶太人 猶太人 猶太人 這個 耶和華 是猶太人的保護神 他是特別的 特有的保護神 所以耶穌 把它擴大 只要信他 則得救 所以猶太人 就把耶穌處死了 或者說 就逼著羅馬總督 在以色列的羅馬總督 判耶穌死刑 羅馬總督有一段對話 大家可以去看 《基督教聖經》 說我沒有理由判他 他沒有任何的犯罪 可是猶太人堅持判他 說他要亂自安 同時對於羅馬帝國的統治 有威脅 所以他就被判死刑了 這也是歐洲新的基督教以後 始終對猶太人 不適合接受的原因之一 雖然三朝的地 上帝和猶太的 和回教的阿拉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 他是三朝的保護神 這個族特有的保護神 也因此到了西州 做了一個宗教性革命 也就是把一個普遍的天 把一個普遍的天 來代替了 天為人認錯 共有 天為人認錯 一致強調天為人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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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的權力 畜生 一致強調天為人的平衡性 一致強調天為人的平衡性 活力 一致強調天為人的平衡性 一致強調天為人的平衡性 同仇不得同仁 同仇不得同仁 婚姻乃皆 两性之好 婚姻就是皆 两族 婚姻就是两性之好 化天下各族 化天下各民族种族为一大家族 不得同仁 这个到今天我们 中国人特别亲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状态下 很容易互相帮助 很容易去帮助别人 这也是台湾所有的外劳 在调查 他们去做民调 他们去做民调 他们做外劳所导致出 在台湾享受最大的公平性 以及最不被侵蚀 这一类的最近所提出的 西方所推动的一些强烈的 这种特殊性的事物和人 也都说来台湾最受尊重 这就是西方的西方中 西方的西方的西方的西方 大法以为国家大法 然后所化成的罗民法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现在大陆就用这个 的观点 老家命名母同体 然后同时用这个再放进了共产主义的 创立全人类的共同性 去解释大陆的民谈体 也就是把马克思做的话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人各民族 自来同合 自来同合 一切以人为尊 一切以人为尊 天就是人的展现 天就是人的体现 天德就是人的岛 天德就是人的岛 谢谢 在这个前提之下 文戏 天下及各诸侯国 及诸侯国 的枢纽 政治枢纽 的政治枢纽 不是权力 而是 论理 论理以论表现 而是论理秩序 你就是尊卑了 你就是尊卑 就是掌幼 尊卑 论理秩序 以何表现 就是透过 满月 教法达成 如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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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透过计识 透过计识 就有各种理 就有各种理 就设计各种既视的理 是 天子的荆棘 天子的荆棘 有叛耀 就是 全天下 可以共认的 共同 所尊者 共同所尊者 共同所尊者 最重要的 它不是既是 周天子的 历来的组组 而是既是 全天下 所尊者 可以共认的 有德于人的 周之仙人 它虽然是周之仙人 可是是全天下 所共同认为的 有利于 众生之身 的仙人 那么如后季 如公流 如 如武功在乎 那么至于其他的仙人 如陪侍在后 看他的初见 他陪侍在后 就有叛奉 他们的 台国之主 江泰文 有叛苗 比如 祁 魯,就是魯州公的太廟。 這些太廟,我們從今天來看,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因為它裡面所買的,都是代表那個國家,不只是因為政治而來的重情, 代表文明上是重情。 甚至於還未掛,因為陪侍祖宗,在祭祖宗有陪侍祖宗的, 比如江太公的畫像就可以掛在周天子的太廟。 這樣子的一個文物系統,與太廟之所以結合,代表道統,也就是文化,道統在正統之上。 文化,在政治之上。 文化,聽說文化,在政治之下。 文化,在政治之下。 文化,歸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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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歸行。 他是基成這個道德,他承認對文化的尊崇高於對政治的尊崇也因此仍舊依依中國傳統歷史的利益 把他放在總統府,直接禮書總統府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來,以及這些行政人員 包括故宮的實際負責人,比如最早到台灣來的實際負責人 以及周東夫本身都沒有強烈地向老百姓說明這些緣故 都以為那就是封建專制的象徵 以證明蔣介石是一個專權者 權威的實際 同時大家喜歡因為那裏面很多乾隆的這個什麼 蓋的帳這個那個 於是就認為那只是,就宣傳為那只是乾隆的玩意 那今天 我認為你的寧見這個 都應該有一點詞 那就是對地的寧議 子現在正常地的寧議 到各地方 那么现在 更用未经专业 的人 来做管理的人 以及他自聘请 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就是绿营的人 想想看 颠沛流离 有些人 都没有党 就在这两三年里 能不能代表 他们不惊心 那么也真的不惊心了 陈隋远当年为了盖 南谷 是为了草地平 国务馆一切都知道 因为那个地方便不适合盖国务 因为地下 使沼泽地 沉淀经济而成 那里很潮湿 或当然有现代的 调控设备 气候的调控设备 可以拯救 但是 是空置很久没有住 所以 由台湾有名的 博物馆自立 也就是创立文化的 博物馆成本馆展 就是建议 因为它是台湾 真正的博物馆专家 唯一的 以南道文物为止 如同日本 收集整个都南辆的文物 然后配合台湾文物 然后成为一个特殊的 国家后悔 所以后来 朝这个方向进行 可是 明年党为了 要争取 某一种自尊 一定要把整个的 不公公公 还被不公公公公公 的东西分散 所以让 南部的人也能享有 不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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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要送到日本,送到美國。 那麼現在他把藍牽,就是林柏獸,林家板橋林家林柏獸所繼承的, 他們幾百年,在台灣兩百多年所收藏的精品都要推出去。 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台灣人自己的。 將來處理故宮的時候,你把它弄掉,就沒辦法說。 我想這個是我的想法。 那麼簡單一點,我們現在在我國家的武術館,提出所有的善文書回宮。 那故國所剩的,再加上紅蜜茶收大,或者這幾個碗不值錢的, 並沒有傳說這種魔法。 他純粹用家庭,然後大家心裡面都以為, 噢,那也是我自己的。 很可怕。 我全面摧毀台灣之所有的善文。 這是我的看法。 基本上,台灣之所以是台灣,還有它的特殊處。 這是將來要大力大肆宣揚的,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上。 不論會不會痛,不論會不會變成綠營所說的台灣, 不知道。 第二,它是對中國的這幾個碗不值錢。 它就是, 它是那其中的公共產黨支持, 為何本來與他們的顧抑橫。 然後,當毛澤東實行最粗躁的原始共產世界, 我們希望以此能徹底摧毀, 所以上千年來,中國最大的土地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後來將近一千年,由地主護有的地主決定這個朝代要損還是要亡。 民太之所以往是因為沒有國庫沒有權,於是他們向江南大地主借權,江南大地主拒絕讓你去死。 雙眼就是這樣,原也一樣,他們各的大地主們,控制的一切就有點像現在西方的大財團貿易前。 那麼毛澤東研究中國歷史,他利益不是壞,但是他用的手段,非常的粗躁跟決定,所以造成了這麼大的傷害。 在他要催促著原有的一切而重建一個健康的所謂中國。 那麼台灣人保有了精神性,保有傳統以來的精神性。 那不是因為外資人來了,我們政府來了保守。 是整個台灣在日據時代,即使在日據時代,台灣的廟宇、台灣的民間, 以至於台灣的廟宇、台灣的拜拜,台灣的傳統、習俗, 都展現以人為尊的中國化。 今天大部分都沒有了,只剩下台灣的,有吉義公廟,有兄弟娘。 這就是以人為尊的民間祭史,自古以來,民間最底層老百姓的祭史。 原來各個地方都有,就是對於誤會野鬼,沒有後代的。 因為中國地方大,出去旅行、陸道的。 然後大家收集起來,有鄉書。 因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中國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 但是中國認為,人間就是給它。 那麼就由我們活得的人,把它安葬。 而後,每年根據二十四年起,祭世拜拜。 一方面求著保佑,二方面以為他們漂泊的力量。 在海邊的,就是兄弟娘。 在海上遇難的,收集起來,蓋兄弟娘。 我們現在大陸也因為經過了文革,毛澤東時代的最永史出造的。 早期中國時空談談。 你台灣到今天還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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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佑。 所以我一直說,基本上現在的執政者,不是。 中華民族,他還真的不是有。 因為他對台灣沒有任何的同情與肯定。 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政治的權利。 有政治需要的依據。 那麼台灣也就在這個國際局世間, 誒,就這麼挺住了。 如同金門,也就不知道是什麼。 打開這個天意。 這個,不丁頭打結。 也就這麼打贏了。 也就這麼挺住。 然後,在這個支撐之下, 逐步地,讓中國大陸隨著自身地, 而自我改造,以致於發展到現實。 這就等於, 在陰陽的消長中, 在陰極盛時, 在陰極盛時, 保存了國中, 有一個壓變, 而後,重新是個不一樣。 是個不一樣的。 這是個不一樣的。 能有今天人心再站起來的。 台灣跟金門是關鍵的。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沒什麼作為。 這是堅證的人類歷史。 上天有道。 還有傳統中國文化中, 人們會自覺、自喜。 自我改造。 以致於保留了那個再生的破綻。 然後當他開放, 你看所有的來台灣, 黃黃的第一個 這就要衝到武功去看。 他們所嚮往的盛世。 中國稱又多為了盛世。 所以這些執政黨, 我想, 他們連日本人也不是。 他們是日本人, 以下的不曉的是什麼。 他們會如此不重視國民, 差給太多。 包括這麼高級的知識國民。 這是我的看法。 我也是中華民國歐民政府到台灣來教育最大的使用。 國民正點自己來教育。 你看日本跑到大陸去 因為最近大陸拼命的開發 好多的那個古代的窯子出來 日本跑去一塊一條幾十萬萬 結果他不發覺有點像可以賣錢 哇!趕快升級起來吧 所以買的金路是大陸 當然日本人大陸去研究 可是日本被文化的真實 這是一個日本特別的表現 這政黨有每次去使日本政府 但是這一點完全沒有基層 他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小草 就是幕府時代所有當兵的路是劍民 他們在炒劍裡面 他們排到台灣 那就1895年之後 日本台湖大戰軍的蕭草計劃 落實在日本 他們就成為台灣的一個人 日本的台灣人 所以很多像台南很多同學 或我們的同學 可是如果小荷市台北市中 台南市中心的最有錢的 都市周遭的店 這個商店 英式的商家的孩子 他們都會這樣懂嗎? 所以如果你們能不能去 去那個日本的老本 就可以看到好多的本 到後面都寫他們原有的日本幾塊 所以這是台灣的一個複雜的狀況 可是教育上如果沒有真正 就是用心於此 一般你們都知道 我們該如何面對我們的 合理師的文化 以面對我們自己的民主 以維持自己明確的真理和人感 如果再問過 國民政府合理如此 當然有他的不重視知識的原因之一 還有就是不識字的形容馬牌 接受美國的一切觀念 要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是現代之一 是不識字的 所以中間研究院就是一個去中國化的大部分 他在這裏面對於科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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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徒弟的徒弟 以考據為主 以當態度的學法為主 以文學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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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繼承下 另外一個就是文化學院 因為張喜仁的文化學院 希望能夠聘請所有被中央研究院排除在外的 他們認為過度飽受 或者認為沒有無陽的學者 他不涉及到文化學院 可是畢竟是一個私人的學校 後來錢不夠不散就散用 因為那個經費和主就散了 因為那個經費和主就散了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我們的來讀受影習慣 你還有問題嗎 好 還有 我們看一下第十一章 已經講過了 好 好 我們看一下第十一章 我們在這裡孔子 他提出了中央之道 所以在這一段 他就說 不同於中央之道 在後世有很多人去尋找隱蔽的 不同於中央之理的 各種學說思想 同時根據這種 以偏僻的 以偏僻的 學說思想 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導 行怪 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導 以至於這個怪 是不同於中央之道的 在歷史上 在後數也有人提出錯了記錄 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但是我是不恢復的 但是我是不恢復的 我是絕對遵循中央之道的 中央之道 基本簡單 也就是 人道 也就是深深之道 也就是 為人民所顧 為全人類可以故鄉的 所謂的 能夠共享的 生命之道 天道天德就是宇宙律 宇宙律就是宇宙律就是的自然 所以中共知道最具有天性 最具有天性 最具有天性的规律 宇宙律就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君子 一个有生命自觉者 君子 若有生命自觉者 一个有生命自觉者 就会遵 遵 遵就是遵 遵遵 遵遵这中共知道 而是 有人可能行到一半 觉得太平安了 遵 esperar 遵遵遵 懂了 孔子说 我行为归人 缝福 能以示停止指 我行为非停止 我会继续走下去 走 SCP то知道 毁人民 vå福利 用现在的法典就是为人类模仿一样 不是为财产模仿一样 也不是为某个个人模仿一样 也不是为私人模仿一样 而是为人类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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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能理我不能平整 我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 可是我不能平整 所以一个高度生命自觉者 一无中庸 所以一个高度生命自觉者 所以一个高度生命自觉者 那么一是根据 根据的忠论 行自己一生的行为 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头 顿世 顿世就是一辈子出不了头 隐居在世上 不见知 就是不被世人所肯定 所认同 也无后悔 也无后悔 能做到这一步 唯有通达者 真正通达了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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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才能够坚持 能自 能如此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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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个 就呈现了传统经过 在最高的意义和价值之上,与西方所有的其他的各民族,有创造性的各民族所不够的不劳民。 像犹太人,他们的分明价值是依附于上帝,上帝是唯一有价值、有意义,他们依附在哪里? 人没有价值,那么天主教为教,几乎都继承了这个希望。 印度、印度教、欧侯教同样也如此,虽然它还是以一个绝对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为主, 但是天下万物是由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上帝凡天化验出来的。 所以所有的价值都必须会归到感天化。 传统中国没有这个上帝,就直接讲天,然后天的直接体现在人。 天人是恒意的,能直接展现了天,天道跟天人。 。 这个观点就是对生命的体验,对生命的肯定。 这个观点就是对生命的体验。 對生命的體驗 這是很特別的 那麼換句話說 從中庸所展現的天道天的 是唯一的真實 離開這個沒有真實 他不會在這樣的真實之外去尋找其他的真實 所以他不會去尋找上帝的真實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特 就是我們自身在這樣的文化系中 要移動意識的道 微味的道 如果不能就像清代 把這一塊打掉 清代的整個經學的教育完全消除 輔助經學教育的歷史教育也完全消除 而確定了滿洲人 即滿洲人的天 是最高的生命的價值 所以就有了等級 就有了分別 就有了種種的畫面 以至於如此下來到今天 大家都可能沒有意識到 自身在這一方面的獨特性 就對生命的可能 就有了 在那裡 讓我們讓我們遇到的 也可以當中人 就是要寘定的 對面的 原來的共產主義是絕對的沒有主義,全部去除心靈。 我們所重視的福利,人類的福利,物質是物質上的生產與滿足, 還有人類心靈的需要的提升。 希望他們慢慢開始意識到自身永遠的我,主先的我,很可貴,非常可貴。 正好,休息一下。 大家有問題要答問題嗎? 那些問題的話,總是講第十愛答。 君子之道其實指的就是中翁之道。 因為君子的最高,生命的自覺道最高,就是完全能懂得手勢做弄的道。 然後能行生生之道。 然後能完成,能以天道而行,完成天道。 廢而行,這個廢是廣大,是極其廣大,也就是它的效用非常的廣大。 因為它是極其廣大。 而且是極其廣大。 但是它是極其廣大。 它是極其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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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廣大。 譬如前,一般。 一般普通的夫婦及男女,或者一般皮膚。 由皮膚 佛教來講眾生的心智 都可以預知參與其中 知識知曉 關鍵之點 那如果要從具體的現實的例子來說 即使是一般普通人 一般男女 不做思考的 沒有生命自覺的 可是當他們對於真正有利於自己生命發展的事物 他還是可以有所知曉 有所體驗 他對於會傷害到生命的事物 他也會有所反感 有所警惕 我們這叫做可以預知 就像金剛經所說的 乘佛最重要 是要能夠喪達 讓自己的心智喪達 無上正的正確 這些知道吧 無上正的正確 很多人都覺得有所太難了 太難了 成佛就是喪達 無上正的正確 就覺得太難了 太難了 這怎麼做啊 那只有聖賢才做得到啊 可是 就譬如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做做做 老人做好 然後就想一想 給賣的方子做 沒想到就做好 這就是我們的 正是正確的表現了自己的 你不要老去那麼高無上的 上正的正確 在日常生活中 這種 認知覺醒 就是無上正的正確的 基本表現了 極其極深 極其自於 自於中中之道 最高精微處 最高精微處 到了最高的精微處 雖就是即使 即使是聖賢 其實 也還是無法真正懂 那麼如果聚集舉例 朋友們 一定要回去找各種資料 那麼如果聚集舉例 朋友們一定要回去找各種資料 物理學家所提供的那三年 用他們所提出的物理學 是一個化時代的七點 在他們這三年 得這個物理學之前 我們用這個來做一個七點 所有的物理學 都敢講的是實質性物理學 實質性物理學 也就是這個實質性 就是講 一切 宇宙的一切 就是所謂的唯獨论 唯獨论 唯心论 唯獨论 唯心论 或者 延伸出來的 本體 這個本體 那個substance 那個本體 那個本體 也就是 也就是 以粒子 為基質的 但是 一個本體 那是 因素 不是 是 所以 不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唯心论,但是唯心论基本上不是以善理为主,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宇宙构成,基本上完全是一种心理意识为根本的本体。 心理意识为根本的本体,而不是印则。 在今天的全面发展,在近代,无论是站在上空,因为它的科学性开展, 带给人们有时效性的各种发明、各种好处,所以大家都趋向唯无论。 共产主义是绝对唯无论,那这个我不会谈它。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地在寻找粒子,我们从原子、分子、直子、 然后粒子、然后锅、然后光、然后能,它最后慢慢脱开了粒子性。 虽然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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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等,还具有粒子的某些反应, 但是它已经不再是粒子性。 这个大家都知道,尤其你们学书理的,学术理的。 然后,就慢慢开始进入到所谓的量子中。 认为这个构成是一种量子,这个量子是一种波,一种能, 就有点像传统中国所说的阴阳二气,所谓说的气,天地,一气, 然后,一分为二,阴阳。 然后,再分为四。 不,一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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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只是这一个气,怎么会化成力呢? 变成不值,可确知的,可掌握的利益。 于是他们的研究,这个要请于先生讲,我不会讲, 我只是大约的跟你们说一下,于先生也就很深。 那么,又变成了玻璃二元。 不是玻璃满的玻璃满,是玻璃。这个世界由玻和力二元构成。 那么,原来是玻,那怎么会有转化成力呢? 那就是意识。有意识参与其中的。 观众说,这个玻璃满好像是有自觉。 它原来完全是无形无相,就是一股其他。 一股开战之气,一股凝聚之气,暗示著无形无相。 可是,当有意识一照,不是一看,一照。 它就画为你所看的名字。 那么,这就是它会从无形无相,化为有形有相。 从无,化为有。 其中的关键就是意识。 那这个意识哪里来的? 推到最远,还不是人的意识。 它什么意识? 那这就很正面了。 这到今天,人还说不清楚。 可是,从他们物理学的整个研究的过程中, 却越来越明确了。 所以,这一次就点了那个诺贝尔奖。 所以,在这种心意底下, 即使是圣语,到今天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也没有说出这个意识。 但是,这个宇宙最原初的原生是什么? 是圣诺贝尔奖的。 它是圣诺贝尔奖的。 它是圣诺贝尔奖的。 所以,极其自已。 如果朋友们再有兴趣,就去募贝尔奖, 抓一个新闻纪录片, 叫做《时间的故事》。 还有《空间的故事》,好看极了。 不要以耐心,还不讲《天国》。 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的故事》里面, 怎么去,怎么去,怎么知道, 怎么去用《时间的观念》来看这个整个宇宙的生化。 那么,他们现在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天空望远机。 我印象中,好像还是在天空太空战场里, 最可以收缩到,哎呀,几千亿年前的, 这个星球的爆炸而产生的光波。 然后从这个光波和传递, 看到这无限宇宙间,时间的流走。 我们看到从远古,连续连连到今天的一个宇宙的发展。 那问题是,既然在几千亿光年前, 旧有了那个星球,而旧有了一个爆炸, 那么在它之前不是更不得了吗? 其其自已,圣语也无可知。 在人的世界中,哪怕最通达的人也还不知道, 也还不明确准。 如果就行中共之道的一样, 在一场生活中,能够实践中共之道, 那么一般的人,一般的, 男男女女,佛家讲的众生, 典度,能活下来,能活得基本上, 活得幸福,活得快乐,也就是他能行,能实践。 那一个中文之道的结果。 那比如,我们去买吃的东西, 我们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能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这也就是一种中文之道, 因为它可以让你活得舒服, 然后让你快乐地活着。 让你享有生命的本身呢? 这就是故事。 能行中文之道。 一种中文之道的创造。 它不同的人,不同的城市, 所做的不同的中文之道的实践与创造。 这种中文之道的实践与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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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在这个天地, 这个天地就是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 人乃是, 这个油就是乃是, 人乃是, 会有缺憾, 会有不足。 这个憾就是缺憾, 就是不足, 会缺有不足。 所以,你不要求知全。 所以,你非完全掌握到中文之道。 所以,这就归本,归本于自身。 传统中国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 谷架, 常常最后, 归本于自身。 从你自己的生命做起。 谷号刚远。 我们所说的安定守己, 最积极的意义就是归本于自己。 安定守己的意义就是归本于自己。 安定守己的意义就是归本于自己。 你从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出发。 你从你自己最心安的状态出发。 因为当你心安, 当你真正觉得舒服极了, 整个的身体能安的。 你享受了这个生命, 这就是中庸之道, 在你身上的完成。 那些学生。 有一学生从外面回来。 然后, 问我。 我讲了一辈子, 东讲西讲, 讲了一辈子, 我最根本的, 最简强的, 语言可不可以规整? 我所说的诸子,我都讲细讲,都讲细讲。 最后能不能够规整成为一个最简单的说处? 像你不也听我的客厅了很久了,你们要不要帮我规整一下? 我就很简单地说自我感受。 然后,生命自觉。自我感受,生命自觉。 你有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 有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那个良心。 有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良心。 今天的教育是什么? 就你叫良心,认识良心。 那么良心的认知就从真正的自我感受开始。 真正的自我感受,是自我认识的开始。 你舒服,你心安不安。 你是不是真正的愉悦愉安? 你是不是真的在享受当下这一刻,或者你做完了这件事,或者你吃了这一刻。 我现在从真正的愉悦愉安。 我不晓得我最近的感觉,对不对? 因为我也算是一个外食主义者吗? 不是外食主义者,我不是主张外食主义者。 我是一个外食者。 没有主义。 咦,木匠上漲了,大家是在說漲漲漲, 因爲也不太買錢的東西, 所以你多去三分買一個三明治, 或者去哪裡買一個幹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也沒有感覺到太漲價。 可是冠軍在小店裡吃東西的時候, 味道突然變得寡味, 就是味道不好吃了, 不醇厚, 有的時候還帶點色, 我其實還以為我得了COVID-19之後, 明顯我的胃疾, 如果我吃了, 最近吃了, 傅妹大姐做的, 紅燒平衡的肉, 吃了楊老師做的, 紅燒牛肉, 啊,吃得穩住, 準備把蛇肉肉在那邊咬掉, 那味道是鮮美, 那我想, 那看他們這些小吃店, 不符成本, 把所有的能力都簡單, 幫我幫助我的產品, 所以基本的, 某一種鮮味, 鮮味的味道, 有的可能還用一些代替品, 所以吃的有的時候覺得色色, 所以你從自己的感受, 所以你從自己的感受來, 所以我吃楊老師的牛肉, 我就, 我自己買, 買個知業藥來換飯, 我覺得他先美極了, 吃那個大姐的紅燒平衡, 我就不給別人吃, 我把它放在辦公室, 然後上面, 把一個牌子, 新老師的, 然後把一個牌子, 你把這個會遮蔽、 影響我們真正的感受的事物, 佛教也是 道教也是 所謂的智虛及守盡 這個虛及就是 遮蔽我們真正良心的、良知的 那些價值性 其實都是價值性 人在生存的前提下 人在為求生存的前提下 讓我們選擇以作為我們生存憑藉的 通常就是有利於生存的 我們通常講有利於生 這是有利於生存 有利於生存是高 有利於生存 為了達成生存我們去選擇 在那一時一地 在那特殊的環境 在特殊的景況下 我們拿來 然後我們解決了當下的問題 然後活下來 然後我們就認為這是有價值 其實不經典 它只是一時的價值 所以佛教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習性拿來 一定要把這種執著拿來 然後你要慢慢能夠分析 那些是真正有利於生存 而哪些只是有利於生存的價值 把它拿掉了以後 就讓自己原有充斥的各種雜念 充斥的各種雜念 讓它空下來 讓它空下來 然後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清淨安靜的心念 保存下來 這個清淨乾淨的心念 安靜的心念 就是良知 就是良心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所行 就是良 然後我們要了解 各宇宙天理之大 我們所知 確實有限 我們的生命也確實有限 我們所能做的也確實有限 我們所能做的也確實有限 所以我們重要的就是從自我 真實的自我開始 這樣我們才是真正的活著 如果從這一個最根本的生命自身開始 這講的是從最根本的自身生命開始 我們在這裡 到這一邊 上一邊 做一邊 開啟動 啦 這就是 從最異可從一起 自身生命开始,然后体验了生命与宇宙。 体验了生命与宇宙,由这样的体验所说出的生命与宇宙。 与宇宙。 与宇宙。 本大理,天下不能在,有的时候是超乎于社会认真之散。 有时是超乎于社会认真之散。 天下不能在,暂时存在。 天下莫能存在。 当他说出,生命与宇宙最精微的, 最精微的,整个人类社会都不能破解。 他确实成为人类生命与宇宙的关键。 这就是许多哲学家,许多物理学家,许多天文学家,许多温学家。 他们之所以有他们的代表性的注重,那些代表性的注重。 也许多哲学家,许多哲学家,许多哲学家。 是特别写男女之情的。 你们猜是谁? 中篇小说圣神。 这是夏之亲先生所称谕的。 以至于到今天也被文学介绍,不认。 你们猜猜看,会是谁? 张爱琳。 他讲那个尤其在讲战乱中的男女之情 既是真爱又不是真爱 即牵涉到那一种宇宙中最强大的爱情 那种力量 那种延早的力量 但是在整个大战乱中 却又各自为了自身的生存法上 爱情与个人的利害交错 他写得深刻 他成为人类世界我能够否定的 或是否定 可能否定的 关键性 和思理的情理 思雨 所以思经 所以思经 这是思经的 这个 想想想一下 影片的 原非立天 《鱼要于烟》 也就是中庸之道 包含了一切 就如同老鹰 可以正次高飞到天上 正次高飞到天上 又向鱼耳 可潜水到深渊 上下無所謀 上下茶也那個茶是指 就是那個指 所以君子之道 中庸之道 這個用君子之道來說 等同中庸之道 日講人之道 他偏弄在人 其實最開始 道觀是開始 最開始 莫過於 就是從 深深之道開始 男女之道就是深深之道 夫婦之道就是男女之道 也就是陰陽和盒子道 也就是陰陽和盒子道 也就是深深之道 也就是深深之道 所以感受生命非常重要 所以 何欲才從感受生命 當我們能感受生命 能自覺了 能生命自覺了 沒有 不是 那麼 我們在這個之前 還不能敢 真正的感受到生命 这种生命还一切在生存的鞭策中 当人自身还在生存鞭策下 那还是动物性的 这种生命还是动物性的 这种生命还是动物性的 这还不是一个人 那么当人成人就是在生命自觉后 人能成人 所以学而实习之 不是人在学习后 赶快不断地复习 找时间复习 生命就欢乐得不得了 他真是讲的狗屎 所以难怪大家那么讨厌的东西 所有做学生的 没有一个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反应 对不对 它是 这种生命自觉 当我们的生命自觉 当我们的生命自觉 学是觉 学者觉也 我说了很多次 在而已而里面 学者觉也 所以一直以来一直到来 你都讲学者觉也 清以后才讲 当纯的学习 因为清不让这一个人类的思想自觉 以动摇他们的政治基础 满洲人物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当我们有了生命自觉 真正感受到自己最大的喜悦 最大的快乐 最根本的快乐 不断地去 习 就是去 在这个地区中实践 去尝试 去努力 生命 就开展出 真正的喜悦来 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人与动物的区别 在于 人能自觉 动物不能自觉 动物不能自觉 人因为能自觉 所以创造新 动物不能自觉 所以它永远是被动的 在自然里的支配之下 所以人在自觉中可以自我实现 而动物永远只是做一个自然所规范下的动物 最大的 今天的问题 气候变迁 你看好多宝告 看到那个北极熊 瘦成那样 然后找不到东西吃 那些海报 海丝 没有冰块可以让它们在上面 然后被 溺死 甚至于它们都被溺死 可是马斯克 就是那个电动气承 却鼓吹它要研究 移不到外太空到核心 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功能。 所以其实中庸之道,也就是生生之道, 就是从夫妇、男女、阴阳、和和而有所生, 注意,而有所生开始。 而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个字极其字眼, 到了它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么它跟宇宙是合一的。 自乎天地,茶与天地,就是自乎于天地, 自乎于天地,就是和宇宙自然合一。 这个是茶,不是茶觉的茶。 但是隐身可以做智能。 因为你茶觉的就是道。 这就是道理。 基因问题。 请说。 中文要选什么? 中文要选什么? 天。 你说西周人。 你要说西周人,不是中文。 中文那个时候,三朝也没有选天。 它是一个宗教革命,一方面是思想的演技。 从个别的族情要横化到天下,面对天下人的时候。 那么很自然会提出一个是全天下人所共同可以永有的信仰。 那么更何况西周是一个农业立国。 商朝还不是农业立国。 商朝是游墨、渔猎、农业三方面发展的社会。 算是农业立国。 短谷道前,不语言贍 bolts of our世, 心最销釵 ahead of us. 那麽在他代理下的周仁 從事於農耕 就全面從事於農耕 所以周仁也就從一個 永古民族進入 從事於農耕 從事於農耕 所以周仁也就從 農耕的周仁 那麽他們什麼時候正式進入農耕 因為在後期之前 後期能夠做農耕官 那一定是在他們那一族 有農耕的成績 那就沒有我們自己在 我們這邊推向 所以西中的祖先 以為天下能 共有的森森之道為前提 他就以後期作為代理 因為後期在當時已經被認為 被天下認為是神農是第二 那在農業的社會生活中 一天吃飯 二十四節七不就是天 天的節律 天的顯現 我們一天 那麼以天為用的信仰 我想是一個很自然的心理需要 我們 可以的嗎 可以 還有沒有要討論 我們就休息一下 待會再說 我們第二章 我們第二章 第十二章講完了 也就是說 比中中的祖道雖然高 雖然是一個宇宙 所以說 然而一切的起點 都還是從人生開始 所以這裡還是人學的一個說明 一切從人生開始 從人生開始 所以人學就是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 之學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那麼也就是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那麼也就是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那麼也就是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之學 所以下面连接的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没有问题了 他就说 中庸知道离人不远 离人不远 换言之 中庸知道离人的人不远 那么这句话如果扩大去看 西方的哲学是离人生比较远的 他不知道人生的 西方的哲学基本上是概念的集结 他是一种高度的抽象 所集结而成的论识 其重要的就是排除人的经验性 排除人的感激性 排除人的主观意志 但是中国以人学为主 传统中国的知识 学术 哲学 以人为真理的主体 以人为知识 探讨的对象 所以即使是周庸这样的一周论 他也不远离真实的人生 他不远离真实的人生 所以导不远的 人自为道常常是人自以为 人自以为我掌握到真理 我要推动我所认为的真理 也就是意识形态 用今天的话 我要推动一个意识形态 所形成的真理 如此而是如此 如此远人 远离了实际而真实的人生 那么现在最明显最清楚的 我就看到乌俄战争 对不对 乌俄战争现在都不要死完 大家还是坚持 反对书 反侵略 然后反民主 反正就反那 然后宁可动的钥匙 动的钥匙是实际的人生 真实的人生 还有物价上涨 我今天看到新闻 可能 哈尔英国的物价已经十点八倍了 物价上升到十点八倍 通货膨胀 十点八倍 欧洲其他的国家也如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们所坚持的 基本上是一个改变所形成的意识形态 而认为那才是真实的真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认为现实的事 是变动不拘的 现实世界是变动不拘的 变动不拘的 是变动不拘它 对我们化动不拘它 如果要 rule сказала 更是变动不拘 kı 所以他们通过理性 这一種意识﹑ 因此不过理性、认知的抽象作用。 将一切个别的事物与个体经验。 排除其个别性。 排除其个别性。 存留其自共同性,也就是共相性。 并给予适当的名词。 此名词为概念。 这种概念超乎现象至上。 概念超乎现象至上。 永恒而不变化。 故为正理。 所以是正理。 这是古希腊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知识基础。 这种古希腊自然哲学时代。 即确定下来的真理。 知识基础。 知识。 和元素。 和元素。 所以西方的哲学是以概念为真。 由概念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自然就是真理的代表。 相对于实际生活。 相对于实际的现象。 实际的现象。 实际的生活。 不是可以。 旁的善理也是一个概念。 有没有问题。 苏老师有问题吗? 偶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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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些太小了。 那中国的nos。 也不是也是一个概念吗? 对。 但是这个概念跟西方的概念不同。 有个人不可能不用感言。 这是慢慢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的时候。 你一定要建立起来的。 什么东西是人类的共性。 人類都吃飯,你為什麼要分別西餐跟中餐是不同的? 西餐跟中餐是一樣的,不都是吃下去的嗎? 西餐跟中餐是一個綜合性的名詞,它不是分析性的概念,它不是分析性的概念,它是綜合性的概念。 西餐跟中餐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 人不可能不用概念, 然而概念在文化,在真理的認定上,卻分出了至少我們現在,分析性概念,綜合性概念。 西餐跟中餐是分析性概念,分析性概念是抽離出現實思路,現實經驗。 是抽離出現實思路與經驗。 那麼傳統中國的概念是綜合性的概念, 那麼傳統中國的概念是綜合性概念, 它是把所有的現實思路,現實經驗, 都能概括在內所形成的一個共同概念。 最像大,它可以說是一個整體性的宇宙, 整體性的整體性的, 然後概括的名詞。 它同時也可以是道路, 只是這個道路, 又是人人都可行的道路, 因為在造字上, 它就跟拼音文字不同。 拼音文字是分析性文字, 相性文字是綜合性文字。 就像這個道, 十字路口, 道原來是這個邪法。 後來簡化, 用這個就是行走。 那麼, 這是人頭髮。 所以道者, 人人之可共有者。 有者, 是人人之可共有者。 就是大馬路。 这就是大蛮 那它又可以去规律 它可以大,就像中庸可以大 自大无怪,它又可以小 讲一些细则的部分 生活之道 夫媒大姐很会烧红烧肉 红烧肉之道 人主红烧肉之道 它可以是方法 所以它的层次很多 所以西方人会说 或者现在一些以西方 学术、学说、知识 方法认为主的知识分子 学者都说 中国文字奇异太多 历史太多 不足以产生哲学 所以中国没有哲学 可是中国哲学 正是因为奇异多 而产生 中国特有的哲学 但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们的真理的主题性 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 西方真理的主题 也就是在西方文化 历史学术发展下 它所成为的一个真理的主题 是物文 就是一个科幻世界的物质结构 所以到今天它还以量子力学 以作为这个宇宙的基本构成 那么也有神学的部分 或者是 犹太教 回教 天主教 以至于基督教 基督教科隆教派 或者是 入恶教派 它们都探讨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大概还有个别的问题 它们的共同问题就是 神 神何以要创造这个世界 祂创造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人真能了解神吗 人真能了解神吗 能一灵传下去 它构成了神学的系统 这个神学的系统 不是宗教神秘之学 它是学术性的 它是论理的 朋友们有兴趣 就不妨去看 至少看 《圣诞哲学》 《圣诞哲学》的大堂 《圣诞哲学》的大堂 《比利时文学》 《圣诞哲学》的创定者 《圣诞哲学》 就是我们那个 《圣诞哲学》的代表 《圣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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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帝国灭亡,然后所承认的基督言是基督教所形成的所谓的现在今天的天国教论。 最早的理论是教父哲学,奥古斯丁是代表的。 他们都是认识的,他们不是讲神秘,不是讲神秘就变成误术。 词另外就是人选,我们刚才说的人选以人为主。 所以世界是三大学派。 三大文化系到今天还呼呼声风地推动着人们前进。 这三世纪以来十七世界传统越革命,机械论的发展。 科技的发明,初始人类成为整个西方知识所统领的世界。 因为船船船炮力的建立,因为机械力的完整。 可是到目前,大家开始意识到,就像1922年到1927年。 西方的马克思舍勒德国的大学者。 马克思舍勒德国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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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神是什麽呢? 西方從來沒有在一個人。 你沒敢去看一個面, 不過我也沒騙到, 馬上叫做夥伴, 英國的,英國片, 十九世紀, 我讓你們去看是站在社會學的眼光, 去看看那時候的平民, 英國跟平民之間的差距, 以及那時候的平民, 在十九世紀, 農民們, 平民們, 下践到什麼程度? 這個下践不是我說的, 是英國會計演中的這些人。 看了這個就講了, 今天的西方社會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的這一個發展中, 好像西方文明進步了人類平等, 實際上, 老百姓, 正在這一個階級的陰影底下。 老百姓沒有什麼主張的, 老百姓, 或者法國人他們在電影上面。 好處就是, 他們拍出了很多歷史劇, 不是連續劇, 就是電影讓你看到他們的社會的真相。 那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了解說, 在民主自由的一些前提, 人人平等的前提, 可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這樣, 在西方也發生這種問題, 怎麼會是? 那如果要去對方, 可以 año發展中進步? 一年代僅性呢? 出can藏變化, 54年? 接著, 濁發病人 Vehicle respective 他们认为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Nature Power。 同学革命就是他们把这个Nature Power 透过机械集中,然后代替人力推动世界成绩。 整个就是一个力量在人类的世界中。 你没有力量,你就必须自己。 所以,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忽然有它的生物性的真理性, 可是实际上是符合于他们西方基本的社会观。 所以,也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真正的科学性的达尔文进化论, 不太有人去注意,只有学者,专业学者。 可是流行于全世界一般民众间,是社会性的达尔文主义。 那就是通俗性的达尔文主义。 那就是通俗性的达尔文主义。 就是讲,不尽天责,生存,适得生存,优胜利有法。 这也成为最高的社会价值。 也成为许多的政府,政策所采取的平静、原则。 所以在肉情底下, 以人为主的方法,大家到底整个世界在变了吗? 原来东方也好,中东也好,非洲也好,都是西方那几个国家的殖民地。 那么现在这些国家也就纷纷地,有它的福利吸引也都站起来了。 因为第二十月大战结束了以后,美国为了打掉英国的势力败为, 所以,出使了殖民地,从英国受伤的势力败为。 所以,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是美国推广的, 而实际上是要解除所有的旧帝国被世界的控制。 那么,当一些殖民度,殖民地纷纷地,然后巴掌到现在, 你看,东南亚联合起来,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我们不靠边,我们要维系我们自身的团结。 我们曾经是殖民地,我们深受殖民地的迫害。 所以,我们今天要团结发展经济,寻求幸福人生。 你看,他就直接告诉了美国。 不仅李显龙,那个印尼的总统, 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个很老的总理,马哈地,马哈地上。 他说话更直率。 那中东最近也是,张亚拉伯的那个王子, 还有卡达, 国家,他们联合起来, 拒绝了美国要求增加身材, 十一万。 他们要成立自身的联合。 那么,整个的南美洲, 好像全面左派的政治领导人党选, 要成立他们南美洲自身的一个联合。 那么,非洲也是。 这个社会变了。 那么,大家开始思考。 所以,有一个叫做很重要的一个中东人, 他写了一本重要的所有殖民地的地方, 以及所有曾经被打化是半殖民地的社会, 所以,要真正的自我觉醒在一起来, 必须从价值性上, 意识到我们现有的一切都来于西方的价值。 所以,这个世界得在变了。 上一个阵子 所以也发现 其实全人类到今天还有活着的 还有生命力 而且生命力极其强大 是神学 那西方的科学当然有它的价值 有它的功能 此外还有人 什么样的人发展成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人不可能 那么神是人 我们是舍了错的 我们完全会知道 人对我们是一种陌生的 大师的经理 他说 他在许里面的时候 大家来看他的人类学 是认一篇许 他说 我们必须相信 东方 中国 借他們有關人的資料,以補充我們經驗的補充。 所以今天在做的也不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做得輕調一點,不然你們就跟不上時代,你們就弄了。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問題。 雖然西方還在努力,西方現在全面打擊俄羅斯跟全面打擊中國,就是在努力如何維持,除了他們的保全之外,就是維持他們的真理。 所以他們還說,中國大陸的那個價值論是具有寄貼性的。 那輕略什麼呢?那就是,簡單的說就是輕略他們的資本主義,私有資本主義。 因為他們提出的是共產主義,就是人類的意向。 你們看著,他們有輕略性,在價值的心。 看著,有輕略性,輕略性。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加拿走向新時代的一個海灣的轉彎族,河流的轉彎族要進入大海的河流轉彎族。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代講這個課講,傳弄文化。 不是守舊,不是保守,不是只為了有規徒傳弄文化。 也更不是說,我們又現在在區中文化,我們就圍徒中文化。 等等等等,這都看過我們。 在我們這個課堂站,在我的立場, 我們是去迎接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這個新時代的,新的這些,還是有對保守的。 因為它還是有它的貢獻性。 它對物質結構的分析。 它對於物質結構分析後的物質效能的實論。 這是何等一大的人類的創造力的展現。 所以絕對不能輕忽地,輕挑地去輕視科學。 可是在讀西方哲學的時候,我們要知道它的天見所在。 對於物質的展現。 在學物質的展現。 就像學物理人最清聰的。 牛頓講,他所說的物理性的展現是絕對宇宙真理的展現。 為什麼? 為什麽?他的前提是在上帝的絕對框架之中。 那這個我們今天就知道他有限了。 這個觀念一直到,相對的安息團出來才懂得過。 但是你不能否認,這個絕對論在有限的空間中是可以成立的。 他所有的方程是去量度,所有的有限的空間中是絕對準確的, 他可以達到絕對準確。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要有一個開闊的心胸, 我們還要有一個開闊又能平等的心胸。 在人類,在這個文明之路上的不同時代的創造。 要有認識的。 起碼常識性認識的能力,這才是知識的能力。 這才是傳統知識的能力。 傳統中國的知識能力是這種。 孔子所要造就的知識能力是這種的。 所以老說君子啊君子,這很呵呵呵。 有沒有要討論的,我們講完了嗎? 好,有,講完了。 我就說, 詩經上說, 拔刻拔刻他, 中明之道離人不遠。 雖然他無所不包, 但是離人不遠。 就像我們, 拿著斧頭, 握著斧頭的筆, 注意這是兩層一層啊。 拔刻是拿著斧頭, 去砍三層一層, 去砍拔树木 自造 骨头的饼 大家合备了 冬天 冬天 担心 担心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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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冬天 冬天 冬天 王 王 去砍 木頭 以製作 糊頭的餅 它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 拿著木頭 第二個意思 去砍木頭 第三個意思 以製作 糊頭的餅 中庸和人的關係 進到這個程度 就如同 我們拿著 糊頭 去砍木頭 來製作 糊頭的餅 我們拿著 糊頭 糊頭 去砍木頭 然後來製作 糊頭的餅 其則不遠 它的依據這個則 它的準則 它的預計 就在手邊 不遠 比我們不遠 就在手邊 只可以拔 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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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砍 我們拿著糊頭 去砍木頭 來製造 新 糊頭的餅 我們斜著眼睛去砍 看怎麼 原來的舊糊頭是怎麼樣 我們去砍 注意下面要加東西了 如果沒有拿糧尺去砍 只主觀地用眼睛去砍 逆而使得逆是斜眼 斜眼去砍 而不拿糧尺去量 那麼它的精準度 距離舊糊頭 還是傳人 懂不懂這個意思嗎 有意為人 仍然是難言 所以 在大政的製作上 在大政 要加大政的名字 在政治的 國家大政的制定上 在管理國家的原則上 在管理國家的原則上 它的大前提 要從人心出發 以人自人 要從人心出發 以達到 自理人的效果 其重點 在人能改 其重點 使人能改過千山 這就是在人能自覺 其重點 使人能自覺 使人能改過千山 使人能改過千山 使人能自覺 使人能自覺 能生命自覺 改過千山 或許有網友就會說 做得到嗎 可能嗎 這不就是根本是空洞的理想 不是 它講的是大原 其中 還要說 刑法 最大的前提 不是自人與死地 至到現在 我們的很多 很多的 司法 改革 叛徒社 認為 不一定要看死行 而應該,因為死刑,用死刑去懲罰人的罪惡不足以解決, 應該透過教法讓人改過, 這倒有一點點接近,可是它是在實際的刑法作為上, 而這個意思是整體的國家大政, 是從人性,以人性,以達到人性的教化與恢復為最大的前途。 大家有沒有問題? 像前面與這個密集有什麼關係? 後面,後面,關係在後面。 現在不要急,我把你講到後面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後面了。 有mond hart 有沒有樣訪問,沒有因為已經無醉而遭呢。 我們就今天掌聲。 谢谢大家